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亮君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關於香港的抗爭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從六月開始香港就一直在 進行反送中這件事情 那它震驚了全世界 因為不管是人數上很多 從六月九號有100萬人 六月十六號有200萬人 一直到現在遍地開花 在香港四處都有機會 同時也是因為從 六月到現在已經兩個月 這麼久的時間了 他們沒有核心的領導人 但是卻依然非常的團結 他們透過網路發展出不同的默契 不同的策略 甚至是他們在抗爭現場的手語 好讓遠距離的人知道 我需要什麼樣的物資 每次我在看著這些 香港的消息或者是影片的時候 我都非常的佩服 佩服他們有這麼樣大的決心 但是我也一方面很心疼 我心疼這些年輕人 為什麼假日的時候 並不是去享受生活 不是去吃飯打卡 出去玩耍 到底是怎麼樣的生活 怎麼樣的恐懼 為什麼年紀這麼小的女孩子 她週末的時候不是穿著美美的 而是戴著口罩戴著護目鏡 很俐落的在處理摧淚蛋呢 是怎麼樣的壓力 讓年輕人不計未來 不計代價的 將青春拿來戰鬥 香港人已經 向台灣人證明了 一國兩制的失敗 有很多香港人過去 都跟台灣人一樣 覺得政治不關自己的事 覺得我只要賺我的錢 吃我的飯 偶爾還可以出國出去走走 生活很美好 政治是政客的事 是那些激進分子 他們在在乎的東西 但是你知道嗎 民主跟自由的壓縮 有時候 就像是癌症一樣 當癌細胞在你的身體裡面 滋長的時候 你沒有感覺 不痛不癢 你覺得你的生活 依然可以 安然無恙的過下去 可是當你開始 感覺到不舒服的時候 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或許你認為 政治很複雜很亂 很麻煩 了解起來 很困難 但是真的希望 拜託大家 在2020年大選之前 花一點時間 去了解 不同的候選人 他們所代表不同的價值 不同的候選人 在這四年裡 做了什麼 說了什麼 他們想要給你 怎麼樣不同的未來 你的一票 絕對影響了 接下來的生活 你未來可以 繼續吃飯 打卡 出國旅遊 跟你的家人 共度美好的時光 或者 你會不會有一天 跟香港人一樣 必須走上街頭 將你的假日 或者甚至你的每一天 都用在街頭 夺子彈 我知道 很多人都覺得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是一個很誇張的說法 覺得一國兩制 離我們沒有這麼接近 但是 那些香港人 他們也沒有料到 香港會有現在這一天啊 所以希望台灣的人 真的可以 早一點警覺 早一點開始保護台灣 希望我們永遠不需要 失去了民主自由 然後才想著 要怎麼把它引回來 希望我們永遠不需要走到 要上街 艾子彈的那一天 香港人加油 台灣人加油 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高極高樓 有很多公安 都要被我 在百 atual 有很多公安